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的是《巴比伦》 剧情讲述一群1920年代好莱坞的巨星们 相约来到一场荒诞不羁的派对 在这除了能够看见难以想象的疯狂举动 还将怀有明星梦的主角们 顺利地进到梦寐以求的片场 甚至成为众所皆知的大明星 无论去到哪都是注目焦点 只可惜时代在走电影也是会变的 以前末剧的呈现方式在有声电影里面 可是完全无法取悦观众们 有些人无法接受于是选择与世诀别 有些人则是选择接受一切转型成功 你的选择将会影响你的未来为何 相信喜欢看电影的大家 应该对电影的演进多少都有一定的了解 从最一开始的动态影像 慢慢进化成末片 有声电影 电影彩色化 来到现在的特效片 很难想象在短短的时间内 电影进化速度是如此的快 也造就不少电影明星 巴比伦在阐述默片时期的大明星们 在面对时代转变的过程里面 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并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 首先来聊剧情吧 女主怀着明星梦来到派对 恰巧遇上了机会 也因此一炮而红 成为当红炸死机 男主因缘计会之下 成为知名演员的助理 顺利来到片场 并以惊人的意志力与决心 获得长官们的喜爱 一步步往电影制片人迈进 可人生的变化总是来得太快 电影产业开始转变 以前不用听演员声音的电影 现在开始有声音出现 不只冲击电影拍摄过程 连演出的演员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毕竟过去不需要出声 只需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演技到位就够了 可现在除了演技要好 还需要说出适合的台词 对于习惯过往拍摄逻辑的演员们 可是一大考验 一切的改变就从现在展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那就是时事造英雄 在每个历史的时刻 总会有那么一些特别的人 出现在那个时期 无论是起义、造反等等 都为过往的历史写下重要的一刻 无论你想不想改变 时代的转变是不会等你的 举几个例子 大家应该就会有个底了 像是以底片文明的柯达 或是以实体键盘设计文明的黑眉姬 在过去的时光可说风光了许久 但在时代的演进中 他们没能跟上潮流 以为自己不会被取代掉 当竞争对手们纷纷转型成功之后 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只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眼泪 悔不当初了 看着电影里的男女主们 一个个面对时代的转变 原先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可在过程中遇上了不少挫折 甚至从过去的票房红牌 成为票房毒药之后 那种难受其实可想而知 如果不想被市场淘汰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迎接全新的时代 但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对于花钱进戏院的观众们来说 他们不会在乎眼前的演员 在过去是否很有名 他们最在意的就是这张电影票 能否带给他们愉快的观影感受 当他们无法得到应有的回馈 自然就会唾弃电影的演员 甚至拒绝观赏这位演员后续的作品 于是符合观众们 需求的新生代演员就此诞生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老前辈们 自然会用自己的方式 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无助 可是再怎么做 都无法改变自己过气的事实 或许就像电影最后 男主气扑扑跑去找杂志社编辑问罪的时候 他要男主认清这个事实 该是时候让后期之秀 有机会窜出头来 推进电影产业 一昧执着地拒绝事实 到头来输得最惨的 只会是自己而已 在观赏完整部电影之后 嘉义内心其实蛮激动的 从小就看电影看到现在 也有近20年的观影经历 确实 电影的演化速度远超乎你我的预期 但也造就了不少电影明星 像是玛丽莲梦露 布莱德比特 到近期的玛格罗比 安雅泰勒乔伊等 都为当年的电影带来不少经典之作 这部《巴比伦》是导演为了给热爱电影的人们 带来的一份礼物 但也是因为如此 巴比伦势必无法拥有好票房 毕竟本片受众群偏小众 当普罗大众们在进戏院之后 无法得到较佳的观影感受 自然就不会向亲朋好友推荐本片 尤其巴比伦的呈现手法太过直白 再加上本片有观赏的年龄限制 种种原因加种下 巴比伦的票房可说惨淡无比 这点是可预期的 总结 巴比伦是不特别的电影 对于热爱看电影的观众们来说 能看见不少当年拍摄电影时 所使用的器材与拍摄的方法 还有演员们在下戏与演出时的切换自如 都为电影加了不少分 如果你爱看电影 又对电影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巴比伦会给你前所未有的观影感受 我是嘉宜 我们下部影片见